中国成功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,在世界上引发了不小的反应,接着俄罗斯就开会讨论和遏制国家政策基础的更新,中俄几乎同时搞和威慑,这恐怕不能用偶然巧合来解释,还真有些不谋而合的感觉。 我军这一次向东太平洋海域发射的带有模拟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,不仅是44年来的第一次,也是到目前为止距离最远的一次核岛试射,一万两千公里的射程,精准落入目标区,足以让世界震撼。 正因为如此,尽管这是一次在正常不过的例行检验或训练,其威慑意义也是不焉自鸣,应当汇集到让相关国家对号入座的作用,中国一向是奉行不首先和不对无核国家,威胁使用核弹的原则,但适当展示一下,中国核打击能力的威慑力,还是有必要的。 尽管这是我军的一次例行动作,但目前的时机却可以说是相对敏感,尽管这不会是针对美国的核威慑,但美国人也不得不认真,仔细研究一番中国的用意,一些国家得考虑一下,美国会不会保护自己。 有意思的是,就在我军发射了核导弹之后,俄总统普京立即就召开了讨论核遏制国家政策基础的更新的会议,俄既扩大了核威慑或打击的范围,也降低了核打击的门槛,这可比中国射导弹的威慑力要大多了。 俄此时调整其核威慑打击政策,肯定是两方面的考虑,一是警告乌克兰,不要总想着对俄本土重要目标进行攻击,一旦给俄造成了巨大的伤害,那就一定会对其进行核打击报复,二是警告美国北约国家,如果解除原物武器打击俄本土的限制,以及向乌提供更具致命性的武器,俄也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。 总的来说,目前俄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形势似乎不那么乐观,长期的战争也使俄经济受到了不小的困扰,这显然是在对外展示,俄罗斯绝不能输掉这场战争的决心意志。 对于中国来说,此次向太平洋区域发射远程精准高速,且带有模拟核弹头的洲际导弹,虽然是例行,但时机也肯定是有讲究的,尽管拜登政府口头上求问, 可实际上却依然还是在不断制造新的事端,加关税,搞制裁,拉小圈子以及对台军援。 这既是在损害中国核心利益,也是在威胁中国国家安全,重要的还不是美国本身的战略动作,而是相关国家在美国威逼利诱下有些跃跃欲试。 美日澳印四方会谈公然发表了,要干预中国南海和台湾事务的声明,日澳新西兰均见过台湾海峡挑衅,菲律宾誓言在南海无处不在,加上此前得意等国海军,也前来台海展示。 而欧盟一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,也发表了不当的言论等等,这一切都表明相关国家有些不把中国放在眼里,这也表明了美国欲把南海和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,向前又推进了一步。 对此我方自然是不能等闲时之,发一枚核弹震慑一下,也就是自然而自然的事情了。 此前我们曾判断,针对美国这个核大国的直接威慑意义并不大,也没有那个必要,但是如此强悍的打击能力,美国心里也不得不有所联想和感慨,尽管这一次美国方面没有大心小怪,也没有大谈中国威胁论,可美官方的表态称,我们确实收到了提前通知,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,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,它确实会防止任何误解或误判,这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酸酸的不是滋味,美国认为是一件好事,可美国的亚太盟有日韩傲星的反应,可就有点自觉不自觉对号入座的感觉了,特别是太平洋上的岛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,会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了。 澳大利亚一边要求与中国贸易正常化,一边却又与美国一道搞和扩散,新西兰之前原本与中国的关系搞得不错,谁知换人后却开始了战略转向,日澳新三国军舰过台海,可以说多少有些让人意外。 巧合的是,我军发导弹,与这三国军舰过台海,几乎是同时进行的,这三国也不得不对号入座了,用当年老讲的说法就是让外壁先安内。 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,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不到,也必须在亚太范围内做到。 为什么能打远不打,非要打个一万两千公里,这意思似乎是以此为半径要划圈,这个范围之内不能有战火和动乱,能下足美国,就能痛打这个圈内的。 我军曾经搞了个区域反介入拒指战略概念,拒指的范围自然也就是那么几千公里,这是小范围,一万两千公里就是亚太大圈了。 当然欧洲也得想仔细了,想要来亚太这个圈汤浑水之前,得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,其实对于美国来说,这还不是重要的。 关键是中国发射核岛之后,普京立即就下令对俄的核打击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,俄近来一直在拿核说是,美国也早就已经开始在欧洲增强战术核弹的部署,这俩大小王直接拿核开掐,很容易闹出大事。 中国突然一出手,老美就得掂量掂量轻重了,中国直接发射可以打遍全球的核导弹,意思实际上很明确, 那就是不希望引爆世界大战,特别是核大战,这是美国必须读懂的态度,泽连斯基目前正在美国汇报胜利计划,最主要就是让美国开净打击俄的限制,这就有可能引爆欧洲大战和核大战,中国不会直接干涉,但也不能不表明态度,东风快递传递信息,应当会有人读懂, 目前欧洲和中东地区正在发生历史性冲突,美国受到了极大的消耗与牵制,此时的美国或许会急于战火东沿或霍水东营, 在这个关键的当口,中国能够做到的就是绝不能让印太国家轻举妄动,既然核威慑是最大的威慑,让某些国家必须清醒意识到,美国保护不了任何国家, 而任何国家只要追随美国,也都逃不掉炮灰的命运,中国军队有能力把美军拒止在区域之外,而区域之内任何国家也都将受到中国的严厉打击, 我们曾分析过,中国威胁论对于中国来说,就是一把双刃剑,既可以起到离间域内国家与中国关系的作用,也可以起到域内国家不敢轻举妄动的威慑作用, 中国要是真没有威胁,或者说哪个国家都不敬畏中国,中国周边的环境可就太差了,必须让域内国家清楚, 中国威胁是要看对方的态度和立场而定的,重要的是也只有中国真正对美国有威胁了,才能拥有真正的区域安全稳定保护作用,相关国家也才会无所顾虑与中国全面合作, 总之要说我军这一次核导弹试试的威慑意义,与其说是威慑美国,还不如说是威慑那些有不良企图的国家, 主要是在证明,中国不但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安全稳定,更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安全稳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